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12月5日 星期二的第二節 我們繼續去跟進香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今天的明報李先知專欄 引述兩名消息人士指出 從特首李家超昨日對周庭事件的反應 我可以估計李家超事前 是並不知道周庭獲准離港的個案 而信報的余錦然專欄 引述一名全國政協委員提到 放生周庭另一個更加長遠的盤算 就是明年《基本法》23條的立法 若然周庭繼續在外國進行不同形式的倡議 甚至是加入呼籲制裁的所謂反中亂港團隊 到時無論是中央政府以至特區政府 都會有更多的政治籌碼和堅實基礎 就著《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的時候加勒 好了在講到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個資料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明報的李先知專欄是怎樣說的 文章就提到 現在當時人要懸崖勒馬 不要選擇走一條不歸路 一生都背負逃犯之名 好了去到昨晚8點多鐘 第二份聲明就發出了 是新聞處以特區政府的名義發出的 這一份聲明就以更加嚴厲的語言 並且指名道姓 是批評周庭公然棄保潛逃 妄顧法紀 特區政府就要全力依法追捕等等 好了 專欄引述官府中人提到 特區政府昨晚那篇聲明用詞嚴厲 顯示出事件的嚴重性 有官員也提到 對事件是感到奇怪的 以周庭的身份 決定要放周庭一馬 相信就不是一般層次的警務人員 究竟是去到哪一個層次 就未可知了 而兩名消息人士就說 從特首李家超昨天對事件的反應 估計李家超事前並不知道 周庭獲准離港的個案 那我講講自己的看法先 第一 決定要放生周庭那個 不僅不是一般層次的警務人員 而是我相信 根本上在特區政府裏面 沒有任何一個人 是有足夠的權限 來作出這樣的決定 而我相信這個決定 其實就是大陸方面所做的 第二就是 到底李家超在昨天之前 他是不是已經知道 或者得悉周庭已經是 離開了香港呢 這個就很值得來討論 按照李先知專欄引述 那個知情人士的說法就是 估計李家超事前是不知道的 若然李家超是不知情的話呢 換言之 李家超是被架空了 雖然在一般的情況下 警方辦案 就不需要每時去通報 給行政長官聽 而作為行政長官 他亦都沒有足夠的時間 去逐件案件來看 雖然李家超以前是當差出身的 但是 涉及到周庭這個事件 由於他本人 就是一個身份相當敏感的人 不僅在香港的政壇裡 具有影響力 在國際社會 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他從2012年參與反國家運動開始 長期在學運組織裡擔任 投領的 無論是以往的學運思潮 去到後來 早黨是香港眾志 他跟一般的示威者 或者抗爭者 那個身份就很不同 因為他是有知名度的人 他是一個更加敏感的個案 來的 那若然 就是周庭在instagram裡 所描述的情節 是屬實的話 按道理 李家超就沒什麼可能不知情 按照周庭所發佈的那篇文章所說 在今年的7月初 國安警是向他提出 加個條件 要求他跟國安回一次大陸 即是上深圳 國安提出的 這個要求是 那好了 即是香港的這個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的主席是由什麼人擔任呢? 就由行政長官來擔任的 那 即是他按道理 是不是國安警做事? 那你開會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開什麼會 因為那些內容也不會公佈出來給公眾聽的 反正 在那個會議上 沒有理由說沒有知會到行政長官 是不是? 因為你是國安委主席 這個我的看法 那好啦 若然 真的沒有通知他 你豈不是告訴別人 行政長官在這個架構裡 他似乎 所擔任的角色 不是那麼重要 即是這個決定 不是由李家超所做的 以上這個情景就是說 李家超對於放生週庭這件事 他是不知情的 好啦 若然是反過來的 根本上 李家超對於放生週庭這件事 是療如指掌的 一切都盡在他的 紅財偉掌握之中 那更奇怪 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 他早就知道 那麼 國安警是在七月初的時候 向周庭提出加條件 就叫周庭跟國安回大陸一次 那麼 就給他時間去考慮了 去到什麼時候真正是實行呢? 是去到八月的某一日 周庭在五名的香港國安人員的陪同底下 就上了深圳了嘛 又打卡啊 參觀改革開放展覽等等 又去騰訊那裡看東西 打卡拍照 那麼到什麼時候走呢? 是九月走的嘛 所以我為什麼昨天那一節呢? 其實都有強調過這三個日子 就是七月向他提出條件 八月呢 是上深圳走一趟 九月呢 就發還本護照給他 就去加拿大了 那麼去到十二月頭 就是前日 周庭就在instagram那裡說 啊 他不再回香港那裡報道了 這樣他流亡了 那麼這件事就不是十二月才發生的嘛 其實最早可以追溯到就是七月 而真正他離開香港的時候就是九月 這兩個日子很關鍵 那麼好了 如果你說李家超一早都知情的了 那麼照計呢 他就會收到風聲 就是上面呢 似乎對於西方國家 尤其就是對美國 那個風向呢是有變了 開始呢 是要思考 是不是釋放一些的 所謂的民運人士呢 離開香港了 周庭也算是其中一個民運人士 但是我們現在事後看回頭 在過去那四五個月以來 似乎特區政府的高官 和建制中人 又不是很收得到這個風聲 我們可以檢視一下他們的言論和行為 比如說在今年的八月三號 行政會議召集人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就說 李家超若然不妨邀請出席APEX會議 香港特區政府就值得來考慮 究竟應不應該派另一名官員出席了 而他指出 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也需要思考 是不是要接受這種侮辱 那就真是奇怪了 如果他是知情的 即是李家超知道準備要放生 和周庭的 沒理由葉劉淑儀就說這些 很奇怪的 你明知道那些要準備吹和風了 雖然行政會議召集人 不是國安委成員之一 若然李家超是知情的 怎麼都會提提他 是不是 好了我們再看看 在今年的11月6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詠欣 去到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門外抗議 帶一行三十人去 還說如果美方不收手 工聯會將會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就是這樣組織市民 表達出對美國的不滿 這就是11月6日的事 周庭已經走了 11月15日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 香港的公務員 香港的司法系統是公平公正的 也是公義的 不謂強權 他質疑美國的做法 就像他以前處理的黑社會 正式的法例說不過 就用恐嚇的方法 令你不敢做任何事 而且他一個禮拜裡面 三次來質疑美國 就是黑社會 但是11月16日的時候 拜習會議員總不久了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就在深圳召見了三名副司長 當時有些報道就說 其實是告訴他們 轉向了 就是拿著他們 不要再不斷反美了 保安局局長其實就是 國安委的成員之一 就是他有去開會的 如果有會開的話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會開 因為這些都沒有對外公佈的 反正來說 如果李家超是知情的 按照過往的三個幾月 就不會出現這些言論 或者是示威抗議的行為 不會有這些事情出現 才是 如果你明知道崔和風 你還去搞這些 你豈不是是有心倒米 這就變成了低級紅高級黑 所以到底李家超 或者是特區政府的高官 乃至是那幫建制中人 他們知不知情呢 這真的有得說了 我認為 從他們過去幾個月以來的行為 他真的未必知道 如果未必知道就搞事了 就是說 大陸方面做了這樣的決定 然後你都蒙茶茶的 按照明報你先知尊欄所說 就是這樣 是不是 知不知這些 要問回李家超 靠記者朋友 反正 你看回他過往那些言行 如果你明知道大陸崔和風 你還要去追美國 那你豈不是是過度的表忠 是不是 習近平在三藩市 說得很清楚一句說話 我沒有一千條女友 把中美關係搞好 你沒有一千條女友 把中美關係搞壞 這個就是最高指示 最新指示 我相信夏寶龍主任 也有轉達給三名副司長聽 這件事 但其實這件事不是 在拜習會議後才出現的 反覆也有說過 在大陸 可能他們聽不到 一路就做這些事情 那我就覺得很搞笑 無論你知情也好 不知情也好 這些其實都是反映出 共產黨的權術很厲害 喂 如果你是知情的 你還跑去不斷反美 那為什麼當初沒有人拿著你 那麼奇怪 沒有提醒你的 就是說 上邊沒有人提醒你的 過去幾個月 那你就盲中中的去了反美 很多人 那這就是知情的情況 如果你不知情 上邊都已經準備吹和風了 要放生的周庭 可能向西方示好 那他又沒有告訴你 又沒有提醒你的 所以呢 所以 不是說靠表忠 那些位置 坐得穩 老共的權術 真是厲害到不得了 有朝一日 如果任何一個官員 建制中人 沒有了利用價值的時候 我覺得 大陸是可以隨時換人的 所以這些事情 真的 作為建制派 或者是高官 不能夠再用以往那種方式 來去行事 以往其實很簡單 因為有反對派 有民主派的存在 於是乎 作為建制派 他只需要很直線的思考 凡是反對派 建制派 說一句話的時候 他就發動一些媒體 發動一些網路的輿論 走去口誅不伐 人家說一句 你再說兩句 再去博他 那這個就很直線的 沒有什麼難度的事情 但是現在 整個立法會 洗清太平地了 清一色 是不是 還用以往那種思維方式 來行事的話 那就出問題了 你怎麼能夠說 從公開的層面 看到大陸那些外交戰狼 只要去借美國 你就跟著借一份才行 原來 周庭暗中獲得 國安警的知會 說他可以去加拿大升學 這班人都說不知情 那你們是不是也應該 要思考一下 為什麼你們不知情呢 又或者你們知情的情況下 為什麼沒有人提醒 一早就拿著你 那整件事是不是很奇怪 我就會形容這些 是大陸的權術 你還走去慶高采烈的反美 有朝一日 如果大陸要真真正正 和美國是示好的時候 你當初這班激烈反美的人 將來就有什麼角色 是不是 所以 如今做建制派 比起以往的難度是增加了 不能夠成為 田飛龍口中所說的忠誠廢物 好了 我們看看那篇專欄 有資深建制派人士說 估計警方可能想傳達給予年青人一條路的信息 甚至想做出一個人版 以為周庭可以成為人版 結果事與願違 另外也有建制派中人認為 周庭今次的棄保 對於其他保釋中的年輕人可謂內街坊 日後要爭取給予年輕人的機會 可能就會更加困難 我就回應一下這兩點 第一 什麼東西想周庭做個人版 或者傳遞什麼信息 我反而就會認為 整件事會不會是背後 一些外交努力作出 在說其他國家 這會不會是外交妥協的成果 以周庭的身份那麼敏感 也不是說隨便放他去外面讀書 甚至乎連屈永賢那篇專欄也說到 喂 放得周庭出去加拿大那裡叫做讀書 你預料他不回來 連屈永賢都寫得這麼老實的時候 這個李先知專欄 引述那個資深的建制派人士還說這些 會不會愚蠢了一點點呢 另一個就是說 周庭棄保內街坊 搞到日後更困難 我不同意 如果說是類街坊 許智峰一早就類街坊 是不是 又說去參加什麼會議 然後又流亡 如果你說要嚴防那些人 借保釋圖頓 照計連周庭都不要給他 為什麼現在給他呢 如果類街坊這個說法是成立的話 許智峰一早就類街坊 連周庭都不可以去加拿大讀書 接下來我們看看 《信報》今天的余錦然專欄 我認為這篇貼近政治現實很多 文章說政治從來都是交換和妥協的藝術 我同意的 甚至我認為周庭這件事本身就是交換和妥協 我們昨天也有提 好了 周庭公開流亡生涯以後 隨即接受外媒訪問 種種的還擊都在當局的意料之內 關鍵問題就是國安放生 周庭是想達到什麼效果呢 多名建制中人就說 其中一位 跟多國駐港領事有打交道的資深政界中人就指出 周庭的年輕少女形象 在外交界就甚為討好 而周庭精通日語更加是日本媒體的寵兒 故此 一旦周庭的精神狀況和身體健康傳出壞消息的話 就將會不利於中國拉攏日本重建友好關係的大方向 即是說這就是一個外交的妥協 好了 另外 專欄又引述一名全國政協委員提到 當局放生周庭是有一個更加長遠的盤算的 就是明年的基本法23條立法了 這個政協委員就說 如果周庭獲得放生以後 繼續在外國進行不同形式的倡議 甚至乎要加入呼籲制裁的反中亂港團隊 到時無論是中央政府 以至是特區政府 都有更多的政治籌碼和堅實基礎 提高所有涉及國安案件的保釋門檻 以及就著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的時候 加勒 原來放生周庭是要達到這樣的效果 老實說現在周庭一說不回香港報道以後 就是她流亡了 馬上接受了很多媒體訪問 尤其是日本的媒體 而且她說 她以後就是說她相信那些事情 其實已經應驗了這個政協委員所說了 當然她還未曾參與什麼團隊 或者去美國國會遊說 她還未曾做 或者我不知道她會不會做 反正她就頻頻接受外媒訪問 按照這個政協委員的說法 你明年立23條的時候又加了 那謝偉俊那頭才說 如果你本地立法23條 是不是可以拿來取代國安法呢? 那特區政府的官員就說 不行啊 兩樣東西來的 並存的 啊 不是互相排斥的 那你現在還說要加勒 那我真的不知道你怎樣來 搞黃的經濟 因為外資企業 為什麼對於香港的信任基礎削弱了呢?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 20年之後有了國安法 雖然就是 特區政府不認同這一點 但是 你從很多的外媒 或者外國商會 那個口中 所得知的就是 他們對於這件事有擔憂 那些商會的調查報告是不斷寫的 那麼好了 現在你還說要立23條 那本身可能對於那些外資來說 都說上加商也不頂 你還說加勒啊 那你會不會使得他們的 那個 撤出的步伐是會加快了呢? 那無論怎樣也好 你還要加勒立法的時候 怎麼看都看不到 對於這個營商環境是有改善的 對不對? 這個營商環境的改善 就不是憑你自己所說 因為你一定說要安全第一 這是你的看法 人家增金白銀走來投資的時候 有他的看法 那你要尊重他的看法才行 你不尊重他的看法 你如果說安全第一 那就安全第一了 謝偉俊哥剛才建議 喂 會不會減辣呢? 使得商界有得喘息 對不對? 原來不是的 按照余錦賢專欄引述這個 政協委員所說 還是要加辣的 你只不過是跟西方越走越遠 其實我的看法 就不覺得是會加辣 或者減辣 周庭這件事 對於23條的立法 我不認為是會有很直接的聯繫 反而就是 在拜集會之前 其實已經發生了這件事 我相信 可能某程度上這件事本身 也是要營造一個比較好的氛圍 使得拜集會是成事 而也因為大陸 在經濟上對美國有所求 所以就作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協 這是我的看法 當然你問我有沒有證據 我沒有 我也是 我只是推理出來 這件事 要不然無端白事 要怎麼 給他一本護照去外面讀書 然後這些人還說要加辣 那就是香港的經濟祝你好運 這次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